董伯宇兄弟 你保重 这个问题的根子 一个还是出现在你这 一个还是出现在你这 自从李续小男往家照顾他之后 他整个态度就变了 不光对我越来越冷漠 他居然还找了一个工作 这件事情跟你真的脱不了关系 这件事情跟你真的脱不了关系 要啥你跟我说实话 他去找工作 是不是你穿着做的 我就跟他说 要理清和你的关系 问题就在这句话上 你知道我去接纳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要重新思考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我说我们俩之间什么关系 他说反正不能是以前那种关系 以后什么关系 他没想清楚 依我对小男了解 他绝对说不出这样奇怪的话来 原来问题还是在你这 是你把他洗了脑啊 果然 果然 你说我这不找你找谁啊 你到底把他藏哪儿了 你不打他那一下他能跑吗 不好好反思自己的问题 这屎盘子扣我头上 我是打了 但是我道歉了 按照小男以前的脾气 我一道歉肯定就跟我和好了 现在我说什么都不管用了 所以啊 这还是被你洗了脑 这还是被你洗了脑 我不找你找谁啊 先不吵 什么先不吵 去一边一边 董博语浮现行为 请勿模好